在这XX片子还没有这种类型的衣服出现 500万的营收 金年的生活费够不够 在一个村里特别特别破 棉北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你第一次去工厂是吧 手机丢了 后面就没卖了 一直没卖 一键销量都没有 就是完全没钱了 财务状况 你担忧吗 只要我还有机会坚持 那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干到满意为止 你怎么这么自信 9月份开始卖的第一个大包单 第二天我是帮哥也有了30万 你 Tang 瞪 忍 来了曙光 不好意思 陈婷 一个96年的女孩 三年前拿了30万开始做罗莉塔的工作室 如今营收稳定在500万 虽然她的规模不大 但她的案例对于想要做服装的小伙伴们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借鉴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是96年的 从庆人家里 我爸爸妈妈 我还有一个弟弟 因为我爸妈他们第一了 各自忙各自的事情 基本他们很少回来 就留守嘛 什么时候开始创业了 大学就创业了 上了一个专科 专业是平面设计嘛 经常画画 那是因为我爸爸他要生活费嘛 他没有及时打给我嘛 然后我就说我必须要有钱 然后就去做了强会嘛 花一次多少钱 我收钱收得很低的 他们给多少我就要多少 在一个饭店很大一面墙 然后我画一面墙他给我200块 民国街好多饭店都是我画的 还有街上的那种美画都是我画的 在哪儿 在重庆两江影视城 它是一个旅游打卡的一个地方 你就一直在做强会的创业 没有了 后来考虑做罗莉塔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赛道 是因为我去了一家宠物用品公司 我周围那些工位全做的女孩 他们全穿罗莉塔 然后从那时候我才开始接触到的 我就觉得罗莉塔市场很好 我就上网查嘛 我就发现好像不用很多的钱 就可以把这个事做了 就进入这个赛道试一试 当时拿多少钱来做这个事 30万 钱哪来的 投资人 就是一次坐高铁遇到了 然后他在吃泡面 我也在吃泡面 他就问我借一张纸 我说我没带 然后就这么聊起来了 就很真实的跟他聊了我的情况 第二次见面 他就决定要投我 你觉得你在高铁上 说了什么打动他了 可能我觉得是真实吧 因为我特别想做一件事情 我会很清晰的跟他说 我这件事情的 失败的点在哪里 成功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一定是要真诚的 不能夸张 不能夸大 然后我说我不能保证 你能不能回本 但是我尽可能的 不会让你亏 然后他就是给我30万 也没有签任何合同 那这个30万占多少呢 他占49 我占51 你出人技术 他出钱 对 这怎么就30万 就可以把这事做起来的 因为我评估了一下前期 我想的是我要找4个人 哪4个人 运营 设计 还有我跑工厂和线下电的 供应 对 还有给我 就4个人 工资可能开始 3000块钱 一个月就12000 研发产品 你一个月出4个款 4500一个款 这儿要花去一大坨 办公室 也是在居民楼里 1500一个月 还有你的设备 电脑布料这些 前期肯定要踩很多坑 因为第一次创业 我觉得30万 他可以让我撑半年 买布料就需要很多钱 就是我控制到我5000块钱 我能拿一小范围的布料 足够你研发4-5个款的 5000块钱能买多少布料 普通的面料减样的话 大概是4-50块钱一米 什么叫减样 没有批量订单 你说我0033拿个2米 3米 10米 这都叫减样 减样的时候 没办法跟人家谈价格 因为你拿不起来量 假如说我现在定1000米 2000米 OK 那我就可以20块钱15块钱 再跟他谈 一件衣服需要多少面料 各种花边蕾丝 还有本布 你蹭 所有面料加起来 可能有2-3-4种 如果大白的裙子的话 他可能要6-7米的布 光他的面料成本 就要200块钱 蕾丝50块 花边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些配饰 就零零碎碎的加起来 做一件衣服的成本 不算手工 就要600多 明白 有多点的衣服比较复杂 比较大 正常来讲 比如一件女装的裙子 一般要多少面料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旗袍 就3米左右 那就很便宜了 就5-6-4吧 那你是一个外行 你怎么知道需要什么 我去跑广东中大的面料市场 还有杭州的面料市场 我全跑完了 可是你看一件衣服 他又不会告诉你 他用了什么面料 你可以翻那个 想起夜往下滑 他会写主要面料是什么 然后服料是什么 他都会给你写得很清楚 然后拿着去问老板 我说我需要这个面料 你能帮我找找吗 然后他就会反馈 我说我可以 所以那个面料市场 都是面料的专家 全是 我只要拿一件衣服 他就可以够 对 你甚至可以不用人去 你找那种带买面料的人 有这个生意 有很多 把一件衣服交给他 对 他就可以把所有面料给你 所有面料给你找齐 这人一天的多少钱 300 这个你的班子是怎么打起来的 这人从哪找的 我找了一个 就资深挪圈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我需要她 带我来走进这个市场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设计师 设计师哪找的 设计师在网上 然后工资写的一个底薪最低 就是3千 然后到8千 但是一般都给最低 然后来了就跟他谈 说我刚创业 然后我们可能没那么多资金 如果你这一款赚了多少钱 我给你提成提多少个点 当时是提了4个点 你如何面试和判断 他还是可以做这个工作呢 我要看他以往的作品 然后我要看他作品的一个销量 因为刚创业 你不可能去拿特别厉害的人过来 找到那种合适的 跟你气场合的人就可以了 主要是沟通成本低 对你找个太厉害的过来 你也把控不住 就太不稳定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运营 做成一件衣服 我已经逛完了布料市场 你给了我5千块钱 我买了二三十种布料 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们去找工厂老板聊一聊 怎么找工厂老板 网上搜的 做罗里塔的工厂 在成都做个高铁 我就过去了 下了高铁 搜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可偏了 在一个村里 特别特别破 棉被的那种感觉 可吓人了 老板的电话 他也不接 我就挨个问 有没有这家工厂 有没有这家工厂 这是你第一次去工厂是吧 人生第一次 然后就找到了 老板不在 就等了很久 老板才到嘛 你是哪个呀 我跟你联系过的 我说我要来做这个衣服 就这么看你 你给我报个价呗 没办法给你报价 我说要做三千件 你说三千件 那我看看 我先说一下 我们工厂的流程 你先把钱交了 我就给你打 就这样子一个流程 然后我就交钱 对的 我就交钱了 他给你报多少钱 泰板费是两千 那你心里不多享受 我多看两家 他只做洛莉塔 你我交近吧 重庆当时我没找到 所以所有的洛莉塔的店 其实能做的工厂 就那些 很少 明白 我把钱给了 我就回重庆了 我让设计师 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给他 他就说好 我15号会给你 到了那个节点 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说没收到呀 那我等会再给你接 我说好 又过了一两天 他还是没到 我又给他打电话 他手机就关机了 再打不接 再打不接 一直打不接 到后面我们就自己 坐高铁过去 那个老板解释说 他手机丢了 其实他都没开始做 就是当时的情况 后面我们就 专门拍摄一时过去 守着他们坐楼 工厂的这个 有什么建议 去网上搜 那种大的工厂 尽量不要去找 忘记的话 他们根本就不会接 真的没有空搭理你 就找那种家庭作坊 家庭作坊 一般老板都亲自负责这些 打板 字样 剪裁 都有信息 网上都可以找到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 不要反反复复的 改来改去 就你这一个板假如说 你在那做了 他不行 不要让他改了 换 换别的工厂 换别的工厂 为什么 就不行 他确实没这个能力做 有的不是你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工厂的问题 你跟工厂在合作的时候 我们是要自己 把布料准备好 用车拉过去 是吧 你跟老板确定好了 把面料到达的日期 给你估一下 300件或者500件的量 大概需要多久 他承诺里了 你们把这些细节 聊好了签合同 之后老板就会 一一的去接这批货 他会给你验收 如果有问题 他会叫你来工厂 没问题 他就开始做了 到第三步 陆陆续续出货的时候 就可以先去自检抽查 到后面就是完成交货了 运营呢 运营的话 我们当时不懂 他还有一个官方的视频 他们有一个开店教程 就学了一个简单的 一个开店流程 我们就开店了 我们是2020年正式开始的 第一个链接 卖300件 300件每一件卖多少钱 定价300多 9万 对 我们成本都200多了 也就是2万多块钱 只是说毛利 对 这个超出你预期 高兴吗 不是很高兴 那两万多块钱 起码赚钱了 但是 他就只出了那么一千 其他的卖的并不好 对 同时上了几款 同时上了三款 只有这一款卖了300件 对 那另外两款是什么情况 从第一款卖了300件之后 后面就没卖了 一直没卖 生产出去大家都不买单 直到2021年的9月份 开始卖的第一个大爆单 也就是说你2020年年初 到2021年的9月份 你中间颗粒无收 是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设计 我入这个洛莉塔圈 其实我是外行进来的 这批女孩子来说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我不了解 所以走了很长的路 在走这个路的过程中 你在干嘛呢 我就看 我就试错 不断地释出不断地出款 那到9月份你出了多少款 加上费的有二三十三十多款了 三十多款都没卖掉 一件小两都没有 没有 这个圈子这么的严苛挑剔了 是的 正常做女装出二三十款 一件没卖掉 也不太正常吧 不太正常了 其他的女装不太有这种情况吧 不太有 起码卖掉一点吧 对 我没有 那过程中你的成本 你之前那个三十万的融资怎么办 亏完了呀 在多久的时候这钱亏完了 2020年 七八月份就没了 就半年 那怎么办 后面 借呗 我其实不是借 我就跟我朋友去喝了一顿大酒 我就哭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咋办了 然后什么的 第二天我账上就又有了三十万 你朋友很好 我朋友很好 他也是创业的一个女孩子 那这个三十万又支撑多久 后面我还零零碎 所以自己带了很多钱出来 一直撑到2021年9月份出完爆款 你自己带了多少钱出来 失误不到 那已经山穷水晶了是不是 对 就是完全没钱了 一点钱都没了 那你怎么能保证9月份那款就爆了 我坚信一定可以的 为什么 我就是 我说我可以的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相不相信我 他们说我们相信你 我说那就啥都不问 就我们就一起干 就等待我们的爆款了 也欠了工厂老板很多钱 前期就是给不出来打反费了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一定会还你的 你先帮我免费帮我打一打 他不干 他怎么都不干 反而不求了很多次 然后他同意了 就基本就费点面料钱 布料整本加打板费用 是的 一般来讲就是2000 2500左右 还有那种卖了五件六件的 我也没办法做 9月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你爆了 2021年的9月份 我就开始推我的冬款了 当时我就说我想我运气太不好了 太背了 我要出一款特别红 特别喜庆的颜色 就过年穿的很喜庆的衣服 当时市面上也没有这类型的 我就做了 我没想到他能卖那么好 我想到他最多卖五百件 你还能想五百件 你已经连续两年没卖出 这一件 我每件我都想说 你怎么这么自信啊 我很自信 对我产品 就是他不好 然后我会想他哪里不好 我下去去改进他 失败三十次 没关系 没关系 失败三十次 第三十一次在做衣服的时候 那个自信还跟第一次一样吗 一样 就觉得能卖五百件 对 是的 哈哈哈 那如果十百六十次 那我也愿意相信他 只要我还能拿出钱哈 只要我还有机会坚持 那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干到满意为止 那要是 假如说九月份那个报没来 那我可能还在磨 可能我现在这个地儿 还是开启的 给哪来的钱呢 我可以给他们卖稿子 我可以自己画了 卖给其他人的 然后再来支撑我的这个 总能来钱的 总能来钱 对 我总会想办法 那这个九月份发生了什么呢 最开始预售其实也不好 我九月份丧心 十月份才卖十多二十件吧 然后已经很不错了 我说 也比我们前面都 都可以了 这款卖了二十件了 居然还 可以了 五百吗 没有 我其实就是给自己打气嘛 随后就说 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好了 他们说好 然后国庆我们一起还去 还有钱浪啊 我们很穷 我们穷有 我们当时买了一个两万块钱的车 住四五十块钱的轻侣 回来之后我们就觉得 没关系嘛 就放松了 我们可以更好的投入工作了 突然那天晚上 就卖了两百件 我们真的我们工作室的 所有人我们都 就就就那种抱着 就就整脑了 迎来了曙光 对 就是没想到这个事情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呦我也想 我也激动的 我跟你一块激动 不好意思 然后就慢慢的好起来了 第一批第一年就卖了 一万多件 没有做任何的推广 那等于说这个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连续这个星期 全是几百件 几百件 几百件 没一直卖到快过年 所以坚持它是会有回报的 当时那件衣服定价多少 定价三百九十九 我只能赚一百块钱不到 几十万的利润 当时把钱还完 基本也没剩多少了 但是把钱还了呀 对 给了我们极大的信息 后面就没有再借钱了 我们基本就正常了 它到底是做对了什么 跟节气有关嘛 我们做的是新年款 过年人家都要穿红色衣服嘛 在这个罗里塔的圈子 还没有这种类型的衣服出现 所以它其实是设计带动 对设计带动销量 你研究款式 还是要有主体性的 结合当下的特定的节日氛围呀 元素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那二三年是个什么局面呢 今年线下店家拿的挺多 买了一万来件 那这个五百万的营收 你们四个今年的生活费够不够 我们就差不多的嘛 每个人二三十八 那工资发完 其实是没什么年终奖了 我会拿我的钱到年终给他们 财务状况你担忧吗 我其实不担忧财务状况 因为我对我还是比较自信的吧 就算你像我一年磨一款 我坚信他可以 因为我已经走了很多的坑了 我知道那些坑我不能踩了 我只会更好 那你未来 比如说二十四年 你怎么打算 我要把所有的设计 还有市场上流行的元素 我要很快地捕捉到 因为我之前没有这个能力 它其实是一个产品 或者买手的素质 对 你要就是天南地北 很快地捕捉到 这是一种感觉到后面 我一想象一看 我觉得这个都买好 我脑海里觉得这个创意 一定有人买单 对 就是这个感觉 那它需要非常多的 积累 回收这个数据 对 然后再试错 然后再出去 回来 满世界到底逛 商场啊 各种店啊 各种天天看 对 你基本都要做这些 这是你喜欢的生活 我喜欢设计 我喜欢这些美的东西 我喜欢有人为我喜欢的东西买单 优优独播宾 进行 然后再次 олнir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